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有你陪着我真好 咱俩多久没有这么一块儿 悠闲得过周末了 赖我 老忙 以后有功夫我还是多陪陪你 行 冲你这态度 一会儿我去你吃饭 得了吧 这大周末的 把我妈一人扔架也不好 咱还是回家吃去吧 行 那个 有件事我忘了跟你说了 妈 我去找过于小强的 找于小强 你找他干什么呀 我想让他帮我推荐一个他那儿的医生 你没事吧 你明明知道人家笑话咱们 你还找他去 你不是给人家添笑料吗 什么叫笑料啊 人家给我介绍了一个美国来的专家 我都去看过了 人家说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配合一下物理治疗 生孩子还是有希望的 有什么希望 美国专家怎么了 你现在是身体里少一根染色体 他能给你安上 我就是一心一意想要个孩子 你不要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好不好 是我话说得难听 还是你做的事丢人 你都学习给你了 你都学习给你了 我都学习给你了 你看我 我想进屋跟你说说话可以吗 可以 小强啊 没想到你还来看我 我给你包了点馄饨 好久没吃你包的馄饨了 还是你喜欢吃的季菜馅的 那还真是有钱都买不到啊 好 那我放冰箱里了 我给你倒杯水 好 好 安静 对不起啊 刚才话有点过 上车吧 话都说到那份上了 我还赖着你干吗 什么叫赖着呀 你干吗呢 咱回家努力去吧 为了咱们那个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希望吧 走吧 你站着呢 你嫌我了是吧 你现在嫌我少看染色体是吧 当初我怎么没看出来你是这样的人呢 你太可怕了 我可怕 安静 当初是谁叫都督到咱们家来的 告诉我余小强给我戴绿帽子 告诉我那是他和报家明的孩子 谁让我离得婚 谁害得我到现在连亲儿子都认不了 让人家管我叫老伯伯 我们老刘家的事都是谁害的 你不可怕 没有光药 就不配让我给你生孩子 叫你的鬼主 小强啊 喝茶 这个还在啊 是啊 我在洗衣机旁边看见的 把它拿进来了 那会儿洗衣服总是要先掏一下口袋 光药的口袋里总是有很多零钱 我就塞到这小株里 然后就把这小株放在洗衣机边上了 是 一看就知道是你的东西 也没舍得扔了 今天既然来了就带回去吧 不不不 放这儿吧 也好 这拿起来还挺沉的呢 里边啊 怕有百十来块钱呢 嗯 哎呀 你说呀 我们家光药真是的 好好的日子吧 我还有东西放这儿呢 不知道还在不在了 在楼上 看看家 小强啊 这不是妈给你的压岁钱吗 你每年大年三十都给我压岁钱 我在这儿住了七年 一共给了我七个 我也没告诉老刘 就悄悄地塞在这花瓶里攒着了 小强啊 妈一共也就只给了你那么些钱 你怎么不用啊 压岁钱就先压着呗 怎么没带走啊 我忘了 等我想起来的时候 就当她是个秘密吧 留作纪念 那一刻 我忘记她已经不是我的婆婆 而是一个善良孤独的老人 我的心 一下子就软了 小强啊 妈 现在跟你两个人面对面地坐着 你个感觉啊 就好像以前 你又回到家里 刚才你叫我一声麻呀 我就想哭了 真是 年纪大了 心变软了 听不得好话 妈 如果你愿意 我也想叫你妈 妈太好了 小强啊 我一直把你当女儿看 你嫁过来的时候 说个一句话 我到现在都记得 我说我妈走得早 我能再有个妈也是我的福气 来 你别难受 妈 妈 那个 你跟那个包家明过得还好吧 挺好的 好就好 好就好 哎呀 安心不如你呀 她不行啊 比你差远了 妈 妈 你现在年纪大了 自己的身体最重要 哎 你也一样啊 嗯 你说 你说怎么就离了呢 要是没有离的话 现在毛毛呀 围在我身边 一口一声奶奶 一口一声奶奶 我有多乐呀 哎呀 过去了 妈 还不回来了 人生就是这样啊 嘟嘟转转 分分合合 这不就是生活吗 妈 我们不打官司了好吗 嗯 你今天是为这个来的吧 是的 不是专程来看我的 我当然也是来看你的 看我是附带的 明白了 我说嘛 那么要强的一个于小强 怎么可能愿意回到 已经离了婚的家 还愿意管以前的婆婆叫妈 啊 你刚才说不打官司了 我没听错吧 是的妈 为了毛毛 我是想跟你好好谈谈 哦 你是想 把我拉到你那边去 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现在也还算是亲人吧 亲人最后对不公疼 以后的日子我怕睡着了 半夜都会惊醒的 我希望我们不打官司 就能解决问题 你 余小强啊 你实在是聪明过了头了呀 哎 高红啊 我怎么可能跟一个 已经不是我儿媳妇的人 结成联盟啊 那我把我儿子光耀置于何地啊 刘光耀才是毛毛的亲身父亲 包家明当他爸爸 再这样下去啊 终有一天 他连我这个奶奶都不认了 你说我会同意吗 哎呦 余小强啊 你怎么离了婚了一点长进都没有啊 妈 光耀永远都是毛毛的亲爸爸 你也永远都是毛毛的亲奶奶 血浓以水这谁也改变不了 可是现在毛毛最需要的是妈妈吧 你们也不能这么自私 你们也应该为孩子想一想吧 我就是为孩子想 你把孩子交给我养 我绝对不会让他任蓝星当妈妈 你永远是他的妈妈 我都计划好了 我要送孩子到美国去接受最好的教育 余小强 毛毛是我们刘家的孩子 这一点 不管你用任何方法 不允许改变 看来这个官司非打不可了 还有一个办法 你说 你主动放弃孩子的抚养权 把孩子交给我养 我绝对任何时间都欢迎你来看孩子 看来你说的没错 离了婚我应该有点长进 我为什么还会在心里抱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呢 我以为你会跟我一样 我对毛毛的真心是跟你一样的 我知道你对毛毛是真心的 可是作为孩子的妈妈 我必须亲自把她带大 那我走了 那我走了 好好 这些了 这个呢 你将到了 你看这种资源 但是我最后的爱 你看那些资源 发展到体验的 猫猫 快看看谁回来了 猫猫 叫猫猫 猫猫 猫猫 孩子怎么样啊 没在场 取决定 什么意思啊 这么简单的词 乃克老师没教过你 但是我教你英语 放 清 风 我爸 今儿这馄饨味好 你那时候有进步啊 好就多吃点 儿子 你妈跟你商量件事 你说 那个 咱不打官司了好吧 没事 没事 不是 你 要是我们官司打赢了 于小强会恨我们一辈子 要是打输了 我们也没面子嘛 这您怎么突然间变官了 那可不像您的风格 您不是说了吗 把孩子要回来 咱就算赢 而且一丝的这个希望 都不能放弃 后来我又想了想嘛 打官司不管输了赢了 没有赢家嘛 再说了 我们现在一个月 还能看毛毛两次 万一真的要输了 到时候一次都看不着了呀 不对 您跟于小强见过面了吧 没有 没有 那撒谎我看得出来 他是不来咱家了 来了 嗯 你吃的馄饨就他饱的 你看 难怪 什么 你要跟刘光要离婚 你疯了 我现在才知道 原来爱一个人 与和她生活在一起 根本就是两码事 大梅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越来越不了解她了 我跟她真的一天都过不下去了 可是蓝芯呢 这离婚不可以这么随随便便说的 你总是说离婚离婚 那说多了就变真的了 真的就真的 想我蓝芯是个多骄傲的人呢 你知道我 我现在每天 跟婆婆跟丈夫 为了一地鸡毛的小事 斤斤计较 这样的人生没有希望的 蓝芯呢 你要知道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既然你遇到这样的事情了 你就要面对 就要解决 逃避 不是办法 我后悔 当初正不应该 为了所谓的爱情 去介入别人的家庭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的话 我绝对不会选择这样的人生 可哪来那么多如果呀 妈 小翔今天一来呀 就带我进书房 从花瓶里边 倒出的这些红包 这些红包是她嫁过来 每年年三十晚上 我给她的红包 七年七个 一个都没有动用过 小翔是个好女人 是不是 我不是帮小翔说话呀 要不回孩子 我比谁都难过 一个庭前调节吵成那样 官司要是打输了 这更难看了 可是我们做人要将心比心 对不对 你说天下有哪一个做妈的 他愿意把孩子拱手让给别人呢 再说了 孩子的成长过程 身边也不能没有个妈妈 小翔会是个好妈妈 我们拼死拼活地把毛毛要回来了 有一天孩子长大了 他要是知道了这些事情 你说他会不会怨我们 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是想说 去找那周律师 把打官司的事先放一放 好吧 好 我想想的 喂 我现在家呢 现在吗 那行吧 我马上过来 你等我一下 好臭啊 我出去一下啊 你干嘛去 刘光要约我出去谈一谈 那找你什么事啊 我估计吧 你每次拉屎都不开窗户 估计老太太跟她说了我去过的事啊 那我走了啊 你等会儿 我跟你一块儿去 哎呀 你在家等我嘛 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你一个人去过 我不放心 我一个人应付得过来的 我陪你一块儿去 那你快点啊 臭吗 臭 我正好去寻与她 来 去吧 来 来啦 对不起 我来晚了 没事 我点的普洱茶 我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我去过家里了 我听我妈说了 你煲的馄饨我都吃了 味道特好 喝茶 毛毛还在你爸那儿 这一两天就接回来了 一个月看两次 我不会食言的 谢谢 谢谢 对 你蓝星跟我说 你给他找了个新医生 那个医生是我们医院 非常有经验的专家 我结婚七年才怀伤孩子的 蓝星才两年 你们都该有耐心的 是 那这东西也是命但愿吧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对他这么关心 本来我以为你应该更 恨他才对 恨都是会转变的 人也是会成长的 老天对我已经够好的了 我现在有家里有毛毛 我还有什么不能释怀的呢 看得出来 现在很幸福 说实话 我也曾经担心过你 我怕你们的日子 过得不会太长久 毕竟你找了是个小帅哥 不太靠谱 我觉得这种人 见义思迁的比较多 见义思迁 这话说你自己应该更合适 你看你还不能释怀吧 因为女人就是女人 那我是男人 可能对男人了解得更多一点吧 当然这么说 也是希望你们过得好 你知道你们俩 如果过得不好 发脾气 牵怒于孩子 那我儿子就倒霉了 这个你就多虑了 嘉明对毛毛有多好 你可能看不见 但是毛毛有多爱他爸 你应该都看见了吧 怎么讲呢 我想如果我跟毛毛生活在一起 我们的父子关系也会非常好 没有这个如果 也未必吧 如果我一定想得到毛毛毛 你有什么底气志在必得呢 今天你愿意坐在这儿跟我谈 你应该很清楚这一点 我清楚 但我有一句话想问你小强 我们两个人毕竟夫妻一场 你真的忍心让我一辈子 只能远远地见着儿子 让他一辈子都管我叫老伯伯吗 我们别在原地纠缠了 来的路上我也想了 大家都退一步试试看吧 你说怎么退 如果你们撤诉 我答应每个星期 可以来见一次毛毛 这有什么区别 探视时间翻倍 这一步退得不小了吧 我不这么以为 我觉得没有解决实质的问题 再说了 咱们谈条件 也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吧 那你的条件是什么 我这么想 只要我们愿意 我们也可以把孩子带回家 这也不用想吧 相比于我放弃官司 你应该更容易接受我的条件 再说咱们能够在这儿谈这事 百分之百也是为了我妈 答应和解 也都是为了孩子 别说了 孩子可以带回家 前提是不在你那儿过夜 好 我答应你 一言为定吧 好 其实这样好 跟孩子接触多了 也容易培养感情 怎么着我也得 让他管我叫什么爸爸吧 那我先走了 等一下 我妈说 这本来就是你的 让我给你拿过来 我也说过了 留着做个纪念呗 你拿着吧 怎么说也是老人家一片心意 那行吧 我给毛毛留着 就当是奶奶给毛毛的吧 我们先走了 我们先走了 说实话 我有过后悔的时候 如果人生可以重来 也许我不会跟你离婚 人生就是没有办法重来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你这么说 我心里平衡了 嘉明 谈完了 我们走 你走那么快干吗 我想快点离开这个地方 谈的结果怎么样 他同意撤诉了 什么条件 老公 我说了你别生气啊 我答应他们每个星期 可以看一次毛毛 还有呢 还有他们可以把毛毛带回家 这你都答应了 但是不在那过夜 看完就送回来 行吗 你同意了 我不想让你太为难 只要毛毛的抚养权 在咱们省上 什么事来好事呢 真的呀 我为什么跟他谈那么难 跟你说这么简单 那就是过去式和现在式的区别 不要再有将来史了 啊 我什么也没说 老公 你对我这么好 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 我这辈子给你当牛做马 下辈子 下下辈子 我都心甘情愿 我启示 那我看你表现呢 这样了 把手放下 女人呢 要有个女人的样子 别拽着你们家男人满大街乱跑 这家谁做主啊 谁说了算啊 谁是领头羊啊 这边啊 没错 没错 这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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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说 那边啊 这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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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说 这边啊 好 来 大美 麻烦你帮我劝她 谢谢 我不是帮你 是帮她 她很爱你 来 那我先走了 来来来 闻一闻 香不香 又把店里的东西偷过这儿了 这话说的 什么叫偷你这儿来了 这是我自己的店 好吧啦 我新产品啊 特地拿来祝贺你的 尝尝尝尝 别动 别动 把盖子盖上 等我家嘉宾回来一起吃 看把你给嗲的 好好好 给你的小男人留着啊 撑着 都没想到啊 这个刘光耀和老太太 这次蛮讲道理的 要这官司真的打起来 他们肯定死悄悄的 反正和解了 就不提这个了 心里是不是特别踏实啊 我告诉你 嘉宾真的很善良 让我刮目相看 本来我还担心 他不同意刘家人 每周来看一次毛毛 没想到连带回家都同意了 长大了 懂事了 成熟了 跟你这样的极品在一起 他已经超速成长了好吧 谁说的 我叫嘉宾一点也不冷 我是说心里好吧 这 嘉宾说他想跟我要个孩子 真的啊 那你怎么想的 现在我避孕的 别告诉小熊啊 你发誓 发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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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小熊漏了疯 嘉宾非得气死不可 我是这样想的 你说我工作刚刚稳定 又刚刚当上个小领导 单位的事情又多 毛毛现在又小 嘉宾还没有工作 所以这两年 我就不想考虑这件事情 这两年你不想考虑这件事情 大姐 你想不想过 过了两年你还能生得出来吧 你说万一我生不出 嘉宾也没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我是不是太自私了呀 嗯 的确挺自私的 我是这么想的 现在我跟嘉宾 我们两个人挺幸福的 不像我跟刘光耀那个时候 好像必须得有一个孩子 才能维持那个家 现在我 嘉宾 毛毛 我们三个人又和谐又幸福 要是再生个小孩 现在这么好的生活又要被打乱 这是两回事情 好吧啦 包嘉宾肯定是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 要不然他也不会给你提出 这件事情来了 你信不信 他要是知道你在避孕 而且还没有告诉他 这个事情比那个十个弗兰克 围着你绕来绕去还要严重呢 你别吓唬我了 不相信我们走着瞧 对了 跟你汇报一下 今天晚上我跟嘉宾正式请那个 弗兰克吃顿饭 哦 弗兰克 世界上没有白吃的晚餐 闭上你的乌鸦嘴 真的 我骗你干什么呀 怪不得 怪不得什么呀 这嘉宾多想要个自己的孩子 这都两年多了 什么都没有 搞了半天 是小强姐一直在避孕啊 我跟你说啊 这件事情呢 我倒是理解小强的 反正我理解不了 你说 你说 嘉宾想要个自己的孩子 那多正常啊 这多美好的心愿 你说这小强姐 干嘛就不给她生一个呢 你太小了 不懂 对 我是小 我们是小孩子 你成熟 你们都是成熟女性 我现在算是看明白 你们成熟女性啊 都是拿我们当小孩耍 怎么着啊 不满意啊 不是 这小强姐要是不愿意生 直接跟嘉宾讲的就好了呀 你神经病啊 这种事情怎么好直接说的啦 胖子 我可警告你啊 你不许把这件事情告诉报嘉宾的 不行 嘉宾那是我兄弟 我笨对不起他的 那你就敢对不起我呀 老婆 你看看这一声 符不符合他老美的口味啊 来 晃一下 好啊 这一件太嘻哈了不是你的风格啊 这一件不嘻哈了吧 好啊 这一件也不好 你能不能穿得正规一点 要高端大器上档次 等我回来帮你 挑 晚上见 你走慢点 你穿着高级鞋呢 招什么急啊 嗨 嗨 主管 来了 我要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老公包嘉明 这位是我的同事弗兰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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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会啊 坐 别站着 坐 坐 坐 没有等太久吧 没有 好 要不我先去点菜 好吧 家福很快 服务员 你好 麻烦加份餐具 好的 我还以为 你是跟我单独约会 没想到 你把朋友也叫来 妈 乖 佛兰克 我刚才给你介绍 你可能没有听清楚 她是我的老公 老公 丈夫 谢谢 你说她是你丈夫 不可能一点不像 为什么不像 他真的是我老公 因为他比我小 小六岁 所以我们俩看着好像不是很像 但是我已经结婚了 陆主管 就算不想跟我单独吃饭 也不用把你小弟弟叫来 冒充你的丈夫 这样也不会阻挠我对你的喜爱的 什么冒充啊 冒充谁啊 我觉得你不像他的丈夫 你是冒充的 弗兰可他真的是我老公 我都说了我不像你老公 你还非把我教练冒充 不好意思啊 其实我是他表弟 我姐呢 她不好意思一个人来吃饭 非拖着我来 那要不这样 你们俩吃吧 我就先走了 别别别别 反正来了 我们也不介意 你先点菜了 我点一瓶好酒 我们喝一下 挺好的嘛 风度 扁扁的 我就知道你喜欢这种事业有成的男人 人家都准备好了 人家都准备好了 两人世界 烛包晚餐 你是不是没告诉别人 你是已婚妇女啊 整天装的跟纯精少女似的 你要干吗 我成全你啊 我今儿就让你好好享受一把 被成功男士追求的快感 老公我错了 你别闹了 给我点面子行吗 你连老公都不要了 你还要什么面子呀 哎 我点啊 绝瓶酒 您还挺动啊 点了个空酒瓶啊 很多红酒都是行酒的 酒在行酒器里面 来 放这幅 绝瓶的组织非常好的酒 我每一期喝都有一种 恋爱的感觉 我不知道你喝会不会有同感 什么感觉 爱的感觉 爱的感觉 那现在都是假的 土豪喝的 还不如喝白酒呢 我觉得白酒是生全即饮 红酒才是生货即饮 到底是文化人啊 你说的话就是有文化啊 比唱得还好听呢 但是白酒喝得才过瘾 你看啊 这情感好不好 一喝白酒就知道 有句话你有没有听过 感情深一口呢 感情浅 舔一舔 其实我觉得喝酒呢 不是喝粗度的 那比方说 一瓶一把多块钱的酒 如果我们花上两三个小时 慢慢喝慢慢品尝的话 这瓶酒的价值就有一万多 反过来一万多一瓶的酒 如果我们不放个小时 把他干掉的话 这瓶的价值就有一万多派钱 富远啊 多来个杯子啊 麻烦你 加油 我们先喝酒吧 我再喝酒吧 你喝酒吧 我再喝酒吧 你喝酒吧 我们去喝酒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否还来得及 说一生在一起 真的不容易 爱情的故事 有悲夜游戏 只要有你陪我在这里 生活在继续 难免有风雨 幸福就是相伴走下去 爱到底 我们不会再犹豫 在一起 永远不要再分离 爱到底 我们的以后在哪里 为了幸福 我们爱到底 我们不会再犹豫 在一起 永远不会再分离 爱到底 无论以后在哪里 为了幸福 我们爱到底 我们不会再犹豫 爱到底 在一起 永远不会再分离 爱到底 爱到底 无论以后在哪里 为了幸福 我们爱到底 为了幸福 我们爱到底 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